山东喜讯三大名帅宋京喜 28岁丁言宇航乐开花 拱小兵吴源 大家好 欢迎观看小言说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北京时间5月23号 现在CBA联盟已经进入了休赛季 各球队都在积极的备战 准备着下一个赛季的比赛 就上一个赛季而言 山东南南的表现 真的是煞强人意 在常规赛中仅取得了第11名的成绩 季游赛的时候也是被深圳南南 以0比2淘汰出局 这种结局真的是很难让人接受 这固然一方面是队员实力的原因 还有另一方面也是管理层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近期山东南南可能又要有大的动作了 据知名媒体人宋翔的报道 这一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山东南南将迎来大的改变 首先就是上个赛季山东南南的主教徐长索 可能不再继续担任山东南南的主教练这一职务 毕竟上个赛季徐长索 无论是对年轻球员的挖掘 亦或者是场上的临时发挥 他都没有做到很好 使得山东南南以20胜18负 位列联名第11 这就导致他只能更换职务 主教练这个职务已经不适合他了 根据最新消息 他将担任山东南南的副主经理 山东南南的主教练会换成谁呢 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本来第一人选应该是刘维维 不过因为刘指导已经被青岛南南接族新登了 所以山东南南只能被迫更换人选 现在也是联系了亚尼斯和王飞 以及贝西诺维奇 这三位分别担任过北京 山西同西南南的主教练 资深实力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三名教练中 有两名是外籍教练 一位是前国家主教王飞 这三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从省钱上来说的话 还是王飞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毕竟他在CBA联盟中有更广的人脉 也有着更加丰富的指教经验 对于国内球员也有着更好的了解 在上个赛季 徐长所当主教的时候 丁岩宇航身体状态也是极为的差距 没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这一次如果换王飞主教的话 应该可以更好的帮他调节一下状态 毕竟拿过两届常规赛的MVP 相信丁岩宇航可以在王飞的手里 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期视频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留言 下期节目再见